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变成无限大 无限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筛选 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人口数 人口数 如果人口数是什么 是比一还小的 我们就过滤掉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每十万人口 这边 人口数 可是他这边过滤掉 他这边得到的结果 是符合条件才会留下 所以我们要找大于一 可以吗 人口数要找大于一 那些无限的就会被我拿掉了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排序一下 可是排序就是看资料表 所以请问一下 发生率 发生率 如果你去看发病数 发病数是谁 高雄市三明区 没问题对不对 可以吗 可是请问你 如果我们去看发生率 发生率最高的是台南市中西区 5382人市 可以吗 知道我们现在在算什么吗 虽然他发生数不是那么高 但是因为他的人口数很少 很少 所以变成他的发生率 就相对高很多了 请问发生数重要 还是发生率重要 发生率 绝对比发生数重要 你先看完发生率 再去看发生数 好 请问一定要会算这个发生率 哦